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Brandon 然后我是就从今年1月份零基础 一时间我是学商科的 然后在银行做CSR、FSR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做的不怎么开心 后来我就找到了维多利亚 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也在维多利亚 是他推荐我过来的 然后我就那天就来 听了刘杰老师的公开课 我就报了刘杰老师的六门课 然后学了以后就从零基础 因为我是商科嘛 我没有任何这个数据的背景 然后现在就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 就通过了上课加上那个实习 然后就找到了工作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刘杰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 然后因为比如说他可以帮你改简历 然后可以还给你改很多遍 不止一遍 比如说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找刘杰老师去单独的约个一对一 他只要有空他立马就会回你 然后给你一个时间跟他聊 第二个就是学校还会给你 比如你做完coop以后 学校会给你reference 然后也对你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知道很多那些别的什么机构 他可能就你学了就学了 也不给你什么reference 也没有什么coop 所以在做 其实刘杰老师的这个coop 是十分的有用 因为他都是那种现实 就是工作当中 真实的工作当中 你可以学到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用到的东西 然后都在刘杰老师的这个coop里面 都能展现出来 也非常的有用 首先感谢刘杰老师 第一是因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艰难的这种大家都很suffer的情况下 能帮我找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 第二呢 又得感谢学校 因为学校他不管你怎么样 你找小助手啊 找校长啊 他们能给你贴心 就是给你提供贴心的服务 然后不管是技术方面都能给你很多服务 最后呢 我就想说就是如果真的你想转行 或者你的朋友想转行 我很推荐你来维诺利亚 因为这里的一条一条的服务 不管怎么样都能帮助你找到一份你想要的工作